大家好 我是华人信息方杨 来节目在已经三年了 一直从事房地产行业 最近视频比较火热 也陆续拍了将近70个视频 记录我在节目在的点点滴滴 由于我是从事房地产的 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受本地人欢迎的牌屋 现在就站在这个牌屋的正中间 一般节目在的牌屋 门口会框有四米 长度两三米 如果是自己住的话 白天可以用于停车 做生意 开店的话 招牌 产品 广告宣传单 或者你在促销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进到里面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牌屋里面了 自己居住的话 一楼的这个地方作为会客厅 那晚上的话 一般我们会把车开进来 也可以当做车库 那你如果是做生意 你就会摆放自己的产品 货归架 那这上面就是我们的阁楼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这个阁楼作为财务士管理的办公室 可以观察底下的客人及生意 那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楼梯一般是在中间 可以通往阁楼及卫生间 后面就是厨房 那我们继续往阁楼上去看一下 本地人非常注重私密性 一般情况下 客人是不会到阁楼以上的空间 阁楼一般有两个房间 一个面向正门 一个面向后门 阁楼后面的房间一般给家里的佣人或者保安使用 观察后面的动静 阁楼正面的房间一般给站房先生使用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一般会给财务或者管理员当办公室 可以观察下面的生意及客人 我们现在走向二楼 看一下私密空间 二楼以上是我们这个家庭主要成员的私密空间 一般会分为主卧跟次卧 面向正门的是主卧 一般用于家庭主要成员父母居住 后面这个次卧因为方便 大能照顾小孩 就是用于刚出生的家里最小的小孩住的 一般到这边排屋基本上就结束了 等到他第二个第三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那他就会往楼上加盖第三层或第四层 可由于近几年开始 几乎所有家庭都会生两到三个小孩 所以目前所有的产品都是会盖到三楼盖好来销售 而这三层也会出现两个房间 面向正前方的一般给长子 或者即将出嫁的孩子使用 后面的次卧一般给第二个孩子使用 那么阳台通过中间的这个楼梯上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台 同样也是一样 由于中间是楼梯井 那这个天台也是一样 由中间的楼梯井分为了两半 前面的话我们可以搞烧烤啊 给搞聚会啊 然后后面的我们可以用来晒衣服 这个就是为什么本地人非常爱买牌屋的主要原因 并且本地人投资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牌屋 那么一套牌屋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多少 目前我们这套沿街的牌屋售价10万零八百 可以作为商店做生意开公司 也可以自己住 这个区域的话可以租到500块钱一个月 一年按十个月算的话就是5000块钱 总售价10万零八百 所以20年就可以回本 按照通常的算法 一套公寓基本上在16年回本 土地25年回本 不算土地增值跟房屋增值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20年回本 基本上比大部分理财产品都要保险多了 那么你心动了吗 这样你心动了吗